美国要卡中国的脖子 现在荷兰有点不乐意了 难道荷兰要卖中国光刻机了吗 要知道在中美贸易争端以来 美国对中国一直就是各种蛮横的打压 在这其中呢 芯片是重要的一张牌 从成品到生产设备 对咱们全方位的进行围堵 而且它不光自己打压咱们 还非要拉上小弟们一起 比如说呢 它禁止荷兰的阿斯梅尔公司 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但是现在荷兰对这个事情 有点不乐意了 这个事是这样的 周二的时候呢 荷兰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 就相当于是外交部长吧 他就说了 将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 拒绝听从美国的请求 大家知道要生产芯片 光刻机是必不可少的设备 光刻机那分DUV和EUV这两种 DUV主要用于7纳米以上的芯片支撑 这个设备除了荷兰 还有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公司也能造 但是更高级的是EUV 它主要用于7纳米以下的芯片支撑 它是完全被阿斯梅尔给垄断了的 而现在的美国呢 是不管你DUV还是EUV 反正全都不让卖给咱们 那荷兰这次想要突破限制的 就是这个相对低端一点的DUV 因为EUV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 还在美国手里 荷兰也不敢有所突破 也别小看了DUV哦 虽然只是DUV 但美国对咱们都是各种提防的 比如说其中有一类叫做静默式光刻机 它是目前DUV里面最先进的那种 美国就担心中国会通过这个 来发展自己的7到14纳米的芯片技术 然后再慢慢的打怪升级 往更先进的发展 那为什么现在荷兰不爽美国的限制了呢 很简单呢 因为搞贸易制裁它是两败俱伤的事嘛 那美国简单 它只负责发发指令 然后动动嘴皮子 但是荷兰才是真正卖设备 会遭受损失的那个 也就是说美国请了个客 却让荷兰来买单 那这里面呢 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中国这几年 对芯片行业的重视度是非常高的 咱们几乎是在举国之力了 所以这块的进展也比较快 就跟造车一样 虽然现在一下子造不出来兵力 但是造下力没问题了 而技术再往前进步 这更多只是时间问题 那对荷兰来说 目前DUV相对中国来说 依然是先进的 现在还能卖个好价钱 等过几年 中国要是自己搞出来了怎么办 或者哪天技术路线变了 那就连这个钱都赚不到了呀 这是有很多案例的 比如说像顿购机 一开始咱们全部靠进口德国的 德国那边拽得不行 各种止高气扬的 结果后来呢 中国自己搞出顿购机来了 好用还更便宜 把德国那家公司 打得是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呢被中国给收购了 再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且呢历史也证实了 想要搞技术封锁 这个事是很难的 远一点的例子 比如说200多年前的美国 刚崛起的时候呢 也是偷了英国的 纺织设备技术的 英国当时也是各种地方 就是没房住 而近一点的事呢 还有美国当时封锁苏联 结果没想到 日本悄悄的把高端机床 卖给了苏联 然后美国就再也监听不到 苏联的核潜艇的动向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封锁它意味着贸易管制 而管制就会造成 供需的严重失衡 然后就会出现 高到下人的利润 那么这个荷兰的光刻机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现在DOV除了荷兰之外 还有其他国家也能做 这个钱荷兰不赚 可能就被别人给赚了 在这么大的利益面前 想封锁技术 你光靠口头的约束 不给实质性的补偿 肯定是难以长期持续的 不过呢 虽然现在荷兰已经动心死了 对咱们中国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但毕竟距离具体的实施 恐怕还会有一段距离 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这个事情 短时间内也不太可能 发生什么改变 所以呢 对咱们而言 在做积极准备的同时 还得有最坏的打算 道足且长 我们能做的 就只有一步一步的 脚踏实地了